我認識檢察官、廉政署 他們在辦後我相信都有 會按照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所以這個時候送過來 應該還算是常態 那當然柯主席這邊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等下拒絕夜間偵訊 如果是的話應該 可能就要等到明天 但是因為後面還有院方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剛才也跟我們那麼多支持者講 其實時間真的很晚了 因為總是要等到明天 所以大家可以多休息 我相信大家來這邊 當然都是抱持著支持阿伯的這種心態來的 那同時這些很多都是我們過去的革命好夥伴 我們都一起打拼過 那碰到這樣子的黨的一個困境 大家都願意挺身而出 雖然看起來人並不是很多 但是我知道其實我們今天沒有特別動員 那中央黨部也沒有說要大家來 所以所有來的都自發性的 那我剛才聽到好像還有很多人明天還會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告訴他們真的不用急 因為真的已經晚了 大家可以早點休息 我沒有碰到他 但是聽說他就在這附近 那有剛剛有聽說就是一些支持者 其實現在都是只需要上來台北這邊 要聲援主席這邊 那明天會有什麼樣的安排 在黨中央這邊我知道的請急應變小組 他們應該有在開會 我想我們的機制就是尊重他們所做的決定 那對於說很多自發性的 老實說即便是勸他們不用來 他們可能還是自己會來 這個因為有時候支持者他們就是來挺嘛 就是這種心態 因為碰到這樣事情 大家都覺得可能很覺得很委屈啦 但是我們也尊重司法 但是我們也希望司法真的就是要物忘物重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都是媒體朋友 就是我們不要惡意的去帶風向 因為事實上這狀況怎麼樣 我相信我們相信檢方 我們也相信法官 在最後一定會做出一個公正的一個裁決 在復訓之後 當然是無保請為 或者是交保收押其實都有可能 那如果今天柯文哲是被收押的話 那中平會是不是應該要做出一些表態 有一些高度的表態 以現在的時間來講 今天晚上絕對不會有結果 所以我想這個可以留待明天我們再來說 黨中央這邊有特別來講的故事嗎 倒沒有 就是前幾天 因為我們平常也一直對於這個 帳目不清的這些問題 大家都很關心嘛 那天其實我去黨部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們要談什麼 只是到了之後 那這位修秘書館就有把整個帳目 為什麼會發生那些出錯的地方去做一個說明 那第二天其實就開記者會 所以我所看到的大概就是那樣 其他倒也沒有多說什麼 那因為這次除了幹部過大會議以外 包含在前幾天其實都有講一些 過去的老黨人回來開會 那在這部分因為當初主席 他們有對你會不會交代什麼東西嗎 沒有 為什麼 我想我們因為有些過去擔任過立委 那有些過去擔任過秘書長 那我們在以我自己來講 當然過去跟司法檢調的一些工作都是相關的 大概對於這些流程 以及後面可能會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大家就是大致的有交換過意見 但是就案子的比較深入的部分 其實是都沒有探討 因為那天其實討論的是政治獻金 跟這個案子無關 那您認為後續的代理接班人的這個黨主席部分 是不是 因為現在的按照我們的章程的規定 那如果真的因故沒有辦法執行職務的話 當然就要推一個人出來代理 可是因為它前面是屬於請假階段 那請假階段到底算不算是不能夠執行職務 這個比較有模糊的空間 所以我看今天國商委員有解釋 目前還沒有推代理的問題 當然這邊也要看司法這邊有沒有其他的狀況 但如果有其他 譬如說我們不想不願意見到的羈押 或者其他情形 比較嚴重情形 那我相信 一樣還是會依據張誠的部分去做後續處理 您認為國商委員有機會 那您自己這邊有沒有有原因 我沒有資格 因為現在我們的規定就是要 中央委員才可以來負責 就是來做代理 因為張誠其實規定的很清楚 那黃國昌你認為出現幾個案子 他們兩個人都各有代表性 黃國昌委員應該他是總召嘛 那加上他的聲量 我想他有他的代表性 林富南是因為他是創黨黨員 然後也是唯一的議席指定的中央委員 我想他也有他的代表性 但是這些只是我個人的觀察 因為要推選還是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他們去互相來推選 那您自己認為誰會比較適當 在這個節骨眼我覺得 應該我們還是先處理黨的危機 也就是阿伯現在面臨的這個 應該是大家全力來推動這個 因為現在如果說特別一定要推誰 如果造成大家心中有怨對 我覺得就不好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是一致的 先以渡過這個難關為主 那您認為說如果主席最後真的被羈押的話 會不會黨裡面會不會碰 這個是很多人所擔心的 但是其實黨裡面的章程裡面 都有相關的規範 最重要就是後面 我覺得我們要怎麼樣展現出來給別人看 譬如說立法院 我們的巴西立委 是不是在問政上面 能夠譬如說提出好的法案 能夠很犀利的問政 點出問題 只要我們的立委表現得好 那再加上 其實我們在各地也有地方黨部 地方黨部發展的就是組織經營陸軍 我覺得我過去有些機會也提出來 這個是我們很需要做的 但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怎麼凝聚黨內的團結 因為黨內不能再讓人家覺得是分裂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內部都不團結 那外面要怎麼樣讓別人來看得起我們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真的無論講代理主席的人選 什麼這些也好 其實相對而言真的都沒有這麼重要了 其實那個還可以等一段時間 想問一下剛剛一直有強調就是凝聚團結 如果接下來真的有可能要出現這個代理主席 然後他卻沒有辦法讓支持者滿意 接下來民眾黨可能會有更大的危機 您認為 我覺得我們的中央 所以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過去也提到另外一種模式 就是所謂的集體領導 那集體領導就是我們想辦法 把更多的人能夠拉回來 就是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那至於怎麼做 我覺得現在講真的還言之過早 會擔心這部分嗎 我相信大家都蠻有智慧的 碰到真的出現問題的時候 就是要一致團結對外 你好請問 剛剛黨有發聲明說 夫人請先回家了 可是我們都沒有看到她回到家走 那就是會比較知道說夫人她現在 她到底身在這個 這個其實說真的我也不知道 應該是回家了吧 或者是不是因為你們都在樓下 她另外去朋友家住 這我不曉得 你現在黨內的就是整體 凝聚意識還OK嗎 因為您剛剛就像我們剛剛聽到 反復提到凝聚的部分 那現在黨內是有一些其他聲音 還是說不太集中力量的感覺 我們黨的支持者其實以年輕族群多 然後自主性也都非常高 如果看到比較負面的事情 會有所批評我覺得正常的現象 但是我覺得只要大家能夠把話講清楚 能夠只要譬如說現在的緊急應變小組 甚至當時我有提到黨應該有一個改革的委員會 其實我覺得只要大家 只要團結啦 講來講去真的還是團結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團結大家力量是最重要的 其他相對而言都可以慢慢走慢慢來 目前團結的狀況還好呢 對 如果你們過去認為我是比較批判性的 那我今天不是也在這邊嗎 我就覺得說因為我聽到那麼多人 他們從各地 因為有從彰化 台中 新竹 桃園 台北我不特別講 台北的其實當然 台北 新北一定最多 但是我聽到那麼多人過來 那這些都是我們過去都有革命情感的 我聽到他們來 我說好 我一定趕快來跟大家一起 為阿伯加油打擊 OK 好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不好意思喔 之前館長有說 假如說主席他有被申辦的話 他就後來那邊包圍地景 目前我們出不看他還是生意的狀況 那這點您怎麼看 你覺得我們今天想包圍嗎 我們這個叫做精神支持 也不要說包圍 因為我覺得基本上我們還是要相信司法 只是我們希望展現我們的熱情 因為我們對阿伯 因為很多人都說阿伯碰到這個狀況 我們當然一定要過來 我們倒不是說 以我自己 以我來講的話 我不是說要來表達什麼 抗議司法不公不是 而是說真的就是精神上面 給他加油打氣 尤其是我們在場那麼多朋友 我們要彼此加油打氣 館長以前他人都沒有出現 你們會覺得 我們不要一直管那個館長嘛 對不對 他常常變來變去不是嗎 所以他搞不好明天他又說他要來了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有些人 真的好 șt租 居價